2月4日 政治葬礼 12月30日 戈桑次人和他的伙伴们依然紧锣密鼓地制作素油花 一对对多彩的素油花在他们的指尖绽放异彩 今年1月18日 西藏日喀则市仁布县康雄乡的戈桑次人 带着由八人组成的小团队来到拉萨老城区 开始了他们在拉萨的年后准备工作 记者走进拉萨老城区的一个身像 在巷子深处的一个僻静小院里 戈桑次人 扎西顿珠 达瓦扎西等正在制作素油花 室内没有阳光 室温很低 艺人们的手浸泡在冰水里 完成素油花的揉捏 塑形等制作工序 戈桑次人介绍 一直以来康雄乡有着制作素油花的传统 每年在葬礼新年之前的制作和销售素油花 也给他们带来不少的现金收入 柯仓次人的女婿扎西顿珠 是一名村医 制作素油花也很在行 通过这两项业务 它每年给家庭至少创收2万元人民币 其中每年在葬礼新年前制作苏油花可以获得约8000元的收入 白马多吉今年55岁 制作苏油花有20多年 白马多吉介绍 苏油花是按队销售 每队价格50元至110元不等 在苏油花上 除了有鲜艳的花瓣 还有有象 猴 兔 鸟组成的和谐四锐 有日月星辰 吉祥八宝等寓意吉祥的图案 达瓦扎西今年15岁 是仁布县中学初二学生 今年寒假期间 他跟随父亲来到拉萨制作苏油花 虽还不能完整地制作整套苏油花 但浸泡在冰水中的小手十分灵活 一朵朵鲜花 素得唯妙唯肖 在格桑侧人的团队中 六人负责制作苏油花 两人负责销售 这座艺人精益求精 销述小分队尽心尽力 在年货市场上 他们的苏油花供不应求